大家看在树上这里发现一条比较特别的树枝 这条树枝长满了刺 但是它的作用却非常大 这条枝条就是叶仙枝条 它可以拿来嫁接线烟球 也可以拿来嫁接蟹爪篮 这两颗就是前段时间我用叶仙枝条来嫁接的线烟球 这颗已经长得很大了 这颗更不用说了 还开了几次花 现在长势也非常的旺盛 那么具体什么嫁接呢 方法非常简单 我们先把这些枝条给它切掉 然后在顶端的这个位置把它削出尖的状态 因为用这个叶仙枝条架接线烟球是比较容易成活的 而且操作也比较简单的 大家可以在家尝试一下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叶仙枝条直接往这个线烟球上面 这个底部位置插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就架接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将它架接完成之后 直接把它切插到这个准备好的土壤中 这样就可以了 它的成活力是非常高的 不担心它不长根 也不担心它不愈合 只要在它愈合之前 不给它接触到水就可以了 因为接触到水 这个伤口很容易腐烂 如果土干了 就给它浇点水到这个土壤里 不要给它这个伤口接触到水 如果大家也喜欢这种架接方法的话 不妨尝试一下 只要看一次 基本都可以自己操作了 好了 这一期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